也幹了這麼久的司法院院長 我今天不是說他的任期快到了 我才提出質疑 那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整個法律 或是整個制度是亂掉的 我要講說我們整個制度是亂掉的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現在 我們很多審判 很多的法官 或是我們的司法的改革 都會步調會這麼慢 原因在此 我請教你一個看法 這個 抗告 假設檢察官針對某個案子抗告 抗告之後 告案發回重裁 重新裁定 裁定還是原法官嘛 就像頂薪案對不對 目前是這樣 那重新 那如果說裁定不符又抗告 回來又原來的法官 那就像以前基隆黃景太議長 也是同一個法官在裁定 那基隆那個案子是因為 黃景那個檢察官 第三次想說不要浪費司法訴訟 就放棄 才能夠平息的這樣的一個 怎麼講一個正義呢 假設假官一直上訴呢 一直提抗告呢 那法官也堅持不讓 那兩個在這邊弄個十次 你看有沒有可能啊 假設兩方都不推讓 那司法院有沒有真的像這種類似情形 來做一個檢討說 我們有沒有改變一個方法 我跟你講喔 在原法官重新再來做一個 跟委裁定 有他的考量沒錯 有沒有考慮說有他的流弊存在啊 假設這個法官 他頭腦是轉不過來 我就跟你槓到底那怎麼辦呢 秘書長 這個這個就是啊 委員指教的這個 就是在積壓的裁定 升壓 積壓的時候才有這種 又回到原來的那一個 對我講就是這個啊 就是只有積壓這個情形 那就很嚴重啦 那這個這個情形 最高法院也曾經指出啊 為了維護公平法院的這個 這個原則 最好是發回去更裁的時候 是由另外一個人來裁定 是比較理想的 為什麼都沒有改呢 那因為實務上的運作 可能喔 會有 運作上面會有困難 這會不會變成一個司法人的驕傲 就像 就像有人台大畢業以後 去到行政系統一直講說 我是台大人那種台大的驕傲呢 這個也是一種司法人的驕傲啊 你有問題 包括三神很多的女兒子 對啊 那為什麼不想說這應該有辦法 或我們應該用心來檢討怎麼改呢 民主長你的看法 我們還要考慮就實務的運作 因為跟羈押因為牽涉到人犯嘛 那一定是有一個案在那裡 我今天我們時間有限 其實我不願就個案 或是就那些細節跟你討論 我只是要點出一個大方向 司法人員考上以後終身保障 是國家非常重要的名氣跟公器啦 就是因為終身保障 就應該對這個社會國家來付出更多的奉獻 跟精力啦 就是說不能 因為我今天站在這個位置 反正血拿我沒辦法 我只要自己不出錯 血都拿我沒辦法 這個思維一定要改變 然後我也要你們做一個法律人 因為我自己考不上法官說 我非常特別尊重你們啦 那也要你們自己自重 自重就是說 欸 該對的事情就該講 不對就不講 所以我很希望從你的口中聽說 我覺得由律師來擔任法務部長 或是司法院院長 其實由某種程度來講 也是不是很妥當 你如果敢這樣講的話 就覺得你這個秘書長實在是 欸 有夠格式的秘書長 你知道我意思吧 我是覺得很不妥的啦 那你不能因為長官你就不敢講啊 因為我從他剛開始進來 我也投 同意權我也同意啊 可是我看不出他幾年來的司法的改革 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覺得有點 有點失望啊 秘書長你知道吧 你回去跟他講沒關係啊 委員可能喔 因為沒有在司法法律委員會 我幹嘛要到司法委員來看啊 我看報紙就知道了 不是 那報紙上 那個報導總是比較 因為這個新聞非常的多 有關於司法的新聞是比較少的 好啦 最後一個 那個高總建立因為三陣條款 這個你們知道嘛 所以那些人覺得假釋無妄 反正要關好幾十年 乾脆啊 就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就反正就暴動 這司法院有沒有針對這方面來做一個檢討 那個假釋相關的規定是在刑法 刑法是法務部主管的法規 我知道啊 沒錯啊 但應該也就你們司法的這個部門 給他們一點建議嘛 我覺得這...因為你們要主管判決啊 我知道啊 這假釋跟你們無關啊 但是有沒有這...我覺得你們... 這也可以做為整個判刑上...判刑上的一個...一個參考啊 不是完全沒有關係耶 我們是有代表齁 參與這個法務部的刑法的一個研修 應該給他們一點建議嘛 最後啦齁 那我看時間到了齁 那個...趙薇 再一分鐘就好 那個大法官的...有一個被推薦的 剛剛柯建民有問過林輝煌齁 那昨天我有一個場合剛好碰到呂副...呂副...呂副...呂副總統 呂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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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立場也是非常...有意見啦 他說他們過去就是...所謂美麗島的...好像...可能是受刑人或是...受到委屈的人啦 他說他過去可以不追究 可是他顯然認為...呂...林輝煌先生法官有這樣一個紀錄 參與過軍法審判 他其實在某種程度來講 他覺得是應該檢討而且不是很適合 因為...如果總統提出來是立法院就同意...跟你們無關 我只是想就你們司法人員...或是司法院的態度跟立場...來看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那這個是...法務部的推薦權...對... 跟司法院是沒有關聯性啦...那...可受公平的事項喔... 對啊...所以可受公平啊...照道理講...李秀琳他也不應該有意見啊...對不對...他也沒有...他也沒有權利啊... 那問題...他說...他認為他是當事人...他應該講一講他的感受啊... 雖然...雖然...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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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管提也不是你提... 不是你們推薦的...可是做一個司法人的看法... 可是做一個司法人的看法... 好跟不好就好像司法院院長一樣啊... 就好像司法院院長一樣啊... 見仁見智...那你們了...人知的看法在哪裡... 嗯...嗯... 我是...我是沒有立場在這邊做...就這件事情來表態...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